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上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是很嚴重的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不給人救你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想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了 不公義的地道 公平應該只有地道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到 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裏是 門徒公義 好 回來第二節 這節只有我一個人 我拍檔 Eric 去了哪裏 是不是有事 突然要先走 不是 其實這一節就是重錄 因為當晚錄完後 後來發覺一些技術的原因 所以沒有辦法 真的要重新錄音 重新錄音 現在的時間 Eric 有些事 所以沒有辦法回來 唯有我一個人 這節說什麼呢 其實是想和各位聽眾的呼籲 就是說 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 即是你教會 看到一些很離譜的事情 或者看到一些很離譜的事情 你最重要是舉報 不要一聲吞下去 千萬不要啞人 因為這件事 其實不是單單指你自己的家事 不是單單指你教會的事情 其實可能這些不幸的情況 都會在其他教會有機會發生 為什麼會說這個話題呢 因為我們門徒媒體 我們前陣子有一宗獨家報道 就是關於崇禎會的新翠堂 牧師被執事會要求他自動離職 即是被辭職的事件 這件事在說什麼呢 就是交代一些背景 其實是我認識了很久的一個肢體 亦在新翠堂聚會 向我扣勞 這個新翠堂在哪裡呢 其實它在沙田的大圍 在沙田崇禎中學裡面的一間教會 一個堂會 其實在1985年的時候 這個崇禎會 就在新翠村開了這間崇禎中學 這間教會的前名叫做 新翠崇禎報道所 就在校內開設 到了1994年的時候 差不多10年之後 正式可以自立 也改了名字 就是今天的崇禎會新翠堂 直到2011年 整間中學就搬到明城 即是在大圍火車站 上蓋的豪宅 這間中學就搬到明城 很自然地整間的堂會 都搬到明城 原本這個教會 也有四個同工 直到去年年底 只剩下一個 只剩下一位牧師 黃金蓮牧師 另外請了一個新的同工 12月中左右才上任 也只有三個月時間 原本是四個人 現在只剩下兩個人 其中一個還要是剛剛上班 本來人手都很短缺 誰知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農曆新年假期之前 有一天 突然在執事會找了黃金蓮牧師 跟他說 你自己離職 為何無端要他自己離職 但是沒有給任何原因 是不是因為牧師做錯了什麼呢? 還是教會發生什麼事呢? 沒有 完全沒有說 總之你自己自動離職 於是牧師就覺得 好像受到一些委屈、冤屈 不明所以 跟他之前在這間教會的同工去分享 分享一下 很慘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也在這裏做了一段時間 執事會這樣對我 聽到這些 遭遇的一些 前的同工 就告訴現在這間教會 一些其他會友知道 那些會友知道了之後 就覺得很突然 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呢? 也不滿意 為什麼 這麼大的事情 突然之間 教會也不夠同工 你還要唯一一個牧師走 又沒有給任何交代 於是有些會友就發起聯署了 就要求和這個執事會對話 至少你執事會也要說清楚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什麼原因 要說黃牧師走 於是 連總會也知道了 即是驚動了這個 純真會的總會 就派員去滑船 這件事件 我們門圖媒體 在這個月8日 我們就刊登了那個報道 相信可能新翠堂的執事會也看到 發覺現在也有報道出來了 也蓋不到 所以他們在8日之後的星期日 就立即宣佈在19日下午 就在教會裡面開一個特別的交流會 跟會友去對話 即是交代這次黃牧師的這件事件 就是這樣 首先想跟大家說 我們這次門圖媒體 做到事了 真是 叫做 撕到押了 至少 我們不知道 究竟裡面發生什麼事 認真說 因為錄音這個時間 剛剛是 19日的下午 我相信應該是新翠堂的特別交流會 剛剛開始 我不知道究竟交流會 說了什麼 如果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日後會去我們門圖媒體 有個跟蹤 有個報導 我們到現在為止 還未知道究竟 為何無端端執事會 要這位黃牧師自己去辭職 不是解僱他 是要求他自己辭職 我們都不揣測過原因 但其實我覺得 你執事會跟會友去交代 講清楚的原因 這是需要 這是需要 我有個感受 其實我們節目之前 都講過關於 即是教會堂會的執事會 即是那種權力是非常之大 但我不是說新翠堂 我只是說一個普遍的現象 之前曾經我們都評論過關於 這個承針 評論過關於這個承針 即是在這個抗堂之後 那種 執事會原來不需要去理會 會有那種的感受 或者意見 之前我們都曾經訪問過 即是David Mui 她也發起了一個 在她自己教會發起了一個聯署 是要求去廢除了 這個 鋼士的終身制 因為她也看到 咦?不是的 鋼士會真的有一個問題存在 在這一個新翠堂的事件當中 其實 給我有一種感覺 其實都比較難受 比較難受 我再說一次 我不知道究竟 為什麼這些執事會 會跟要求的牧師 自己去離職 我不知道原因 所以我也不會評論 究竟這是絕對對 或者絕對錯的一件事 但是給我一種感覺 為什麼我的感覺是難受呢? 是因為 我看回這間教會 和我自己成長的母會 和舊教會 是很相似的 其實我剛才 我小時候 是住在大圍的新翠村 而那間沙田崇辛中 其實是在我家裡 樓下的 會是這樣的 而我自己本身 武會的那間 教會 也是在村裡 也是差不多 八十年代 同一個時間左右 在新翠村 開始開堂 那麼我們的教會 即我舊的母會 發展就非常之快 那麼 應該那個人數 比現在的新翠村 就多了一倍又多 那麼 那 我那種難過的感受 是因為 我想像得到 我想像得到 這一班的執事 其實應該跟我的背景 或者那個年紀 差不多 意思就是 可能在這間教會裡 就是自小成長 或者在自己 宋主的年日 就是在這間教會裡 就是展開 然後慢慢 就在教會裡 有個侍服 然後再慢慢 就按納做 這個執事 而 黃牧師 就是這間教會 的牧師 據我聽回來的資料 其實都是在這間教會裡 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已經 換言之 換言之 這一班 跟我差不多年紀 或者成長背景的執事 其實 應該是 黃牧師 看著他大的 可能是看著他 送注 可能是看著他 受診 可能是看著他 慢慢地教會 又侍服 甚至現在 做了執事 執事 執事 我會想像到 好像 我 一個背景 一批 這樣的執事 應該和黃牧師 大家 已經共視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即是 牧師就像他的父母一樣 看著他大的 已經是 就算不是看著他大的 可能是 一種 姐姐的關係 就是這樣 那 這些執事 突然之間 有一天 你要和一個 關係 好像 你姐姐 甚至你父母的 牧師說 牧師 你自己辭職 走吧 我是想像不到 怎樣開口 即是 我 我會覺得 很難開口 如果給我 要和一個關係 這麼密切的 看著自己大 甚至 看著自己 即是栽培自己成長的牧師 叫他 喂 你自己走吧 原因 我就不會 和你交代 總之 最好你自己辭職 即是 說了一句 我真的不能開口 所以 很特別 不知道究竟這間教會 發生了什麼事 亦都希望 現在 他們的交流會 有一個好的結果 或者有一個 起碼合理的 交代 即是這件事 能夠有一個 比較圓滿的 解決 好了 這件事 其實 就說得 七七八八 這樣 剛才開口 的時候 我講過 其實想藉這件事 想和各位 宋徒有一個 呼籲 就是說 如果你在教會 遇到一些 事件 問題 或者是一些 很嚴重的事情 即是 你不要啞人 即是 需要將它 公開 甚至 舉報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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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我會發覺一件事 就是 其實今時今日 香港的信徒 就算遇到一些 很離譜的事情 其實 傾向不說 大家會當作是 一件家事 即是當作是 你家裡的事 你寧願覺得 家醜 不如外傳 即是 如果在 教會裡面 搞定了 可以拆掉 那就OK 免得洋出去了 我覺得大家 不要有這種 心態 看看今次 新水堂的事件 其實我想說 當我收到 這個消息之後 其實我曾經 聯絡過 搞聯署聲明的 一批 頂姊妹 因為 我聽了消息 但始終 各位的肢體 所了解是很有限 我們作為一個媒體 就是一個 負責任的 其實是需要 再去一些 多一些 去考究 或者 多一些 去了解多一些 的詳情 經過一番努力 終於找到 一位 發動聯署的 其中一位 的 特影姊妹 但是 也很不幸 她給我回覆 就是說 現在 因為事情正在處理 又很擔心 如果我們接受了 訪問 公開了 可能會 影響了 當事人 所以 就遠距了 這個訪問 這樣 我其實 尊重 其實我尊重 這位 頂姊妹 你不想接受訪問 我對於這一點 我是尊重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說 太多的 弟兄姊妹 是這麼想的 就是說 太多的弟兄姊妹 覺得就是說 我們正在處理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 我們自己 搞得好 都不希望 讓其他人知道 寧願知道 就算那件事 是很有問題 就算知道 那件事 可能 不只是 單一事件 我想說 其實 據我所知 在不同的教會 裡面 今天的所謂的執事會 其實經常都會有一些 無理 去解僱一些 同工的事件 而會有 是不知道 甚至可能到最後才知道 就算會有 最後才知道 的時候 未必很清楚原因 是會這樣的 所以 如果我們把這件事 不公開 甚至 好一聲 吞掉 其他頂姊妹就不知道 其他 香港的基督徒 就不知道 咦? 原來會有這些事發生 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就不會有警惕 等於我們看警訊的時候 其實看完警訊 最後還是要呼籲 總之看到有些什麼 記住要舉報 然後就會有人去跟蹤 其實是要有這種提醒 我們不要有這種 怕事的感覺 其實我感覺就是 香港的基督徒 真的很怕事 遇到的事情 雖然你會很氣憤 你會很生氣 但是 你不敢把那件事 說出來 甚至 你會擔心 咦? 很麻煩的 令到我有麻煩 或者令到自己的教會 又很麻煩 但是我想說 有些事情 真的不僅是你一個人的事 有些事情 不僅是你自己同會的事 你是有責任 真的需要勇敢些 說出來才可以 我講了一件事 我上個星期 其實我在Facebook 看到有一位 其中一位 帝兄 我稱呼他為帝兄 我相信他在這間教會 應該是一個同工 他說什麼呢? 他的分享就是說 他這間教會 就收到 猜響物業股價署的查詢 也不是查詢 收到猜響物業股價署的通知 就要求他教會 補回大概十幾萬的猜響 為什麼無端端要補回十幾萬的猜響呢? 話說這間教會 也比較特別一點 他的地方 除了好像一般堂會 有崇拜 有團契之外 也有自修室 自修室 可能會針對學生 猜響物業股價署 就說 你們堂會這個地方 似乎真真正正 主要用來做公開崇拜 公開崇拜的時間 不是很多 不是主要做這件事 沒錯 教會應該有稅務上的豁免 宗教場所的確是可以有稅務上的豁免 但是 條例是這樣寫的 你那個地方 一定要主要用作作為一個宗教場所的用途 就是你要主要用作敬拜 那樣東西 於是他就聯絡這間教會的同工 這樣就跟你算 你們都是可能禮拜日才有這個 崇拜 可能禮拜六有些團契 但是不是 平時 絕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做自修室 這些社區服務的東西 就不是敬拜 不是一個宗教場所的用途 所以 就跟這間教會計算 計算是說 你就要補回 你就要補回 交差項 計算盤就發覺 突然之間要交十幾萬 那這宗是否有一宗很大的事情 這宗也是很大的事情 因為大家一聽 你都想到 在香港來說 都不少的教會的地方 可能用作做自修室 或者做一個社區的服務等等 我們通常來說 我們做課會的 可能都是禮拜六 禮拜日才有這個 崇拜 團契 小組 或者我們叫做聚會 可能一至五 晚都有 可能都是小小的 都會 但是 你不會真的好像7-11 這樣 一個星期七日 每日24小時 全部都做完 公開的崇拜 公開的敬拜 你不會的 而你要明白 如果猜響處 突然之間 這樣去理解 宗教場所的 擴免 突然之間 改了他對於這條條例的理解 然後 突然之間 也要求 跟這間堂會 差不多 背景的堂會 突然間 補交 過去 這麼多年的差響 一次要我補交 這樣就大件事了 這樣就大件事了 這件絕對 這件絕對 不是一件單一事件 是不是 大家聽到這裏都明白 這件絕對 不是一件單一事件 我們遇到這些事情 會怎樣呢 我當然是希望 邀請這位當事人 接受我們訪問 或者扣露 更加多的情況 因為不是說 只是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大家聽到知道 其他香港的堂會 或者教會需要知道 有這件事 其實 在某種程度上 可能是一種對於 香港現在 宗教自由的打擊 真是一件大的事 但是很可惜 這一位的弟兄 他就跟剛才 新翠堂 即是回覆我那些 弟兄姐妹差不多 就是說 都是不想麻煩 也不想為自己的教會 帶來麻煩 現在正在處理 這樣就遠距了 這個訪問的邀請 這樣 我覺得很可惜的 我可惜不是說 我是少了 做一宗報導的機會 說真的 不會從這個角度去說 我想說 就是 有些事情真的很重要 有些事情 可能你自己覺得 是一件個別的事 你自己以為 是 我自己的堂會教會 搞定就算了 喂 但不是的 有些事情真的不是的 好像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值得 香港其他堂會教會 知道 現在 猜響物業股價處 或者政府 是有這方面 所謂的 稅務上的更改 突然之間改了 突然之間 可能要求你 補交十幾萬 甚至二十萬 更加多的猜響 那可能 是有機會 令整個堂會倒閉的 你堂會有沒有 十幾二十萬 cash擺放 我問你了 有沒有幾多 教會 十幾二十萬 cash可以隨時 拿來交稅 是不是 那這宗真是大事 我們需要多些人去知道 關注 甚至想想 是不是需要做些行動 去挑戰這個 這麼不合理的稅務的更改 但是 你不肯說 如果你不肯說 你不肯跟我們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報道的時候 那麼 這件事 可能就 沒有辦法 可以發酵下去了 所以我真的想藉著這個機會 跟聽眾說 你遇到任何事情都好 勇敢一點 即是 去公開 甚至向我們門同媒體舉報 即是我們會去做一個跟蹤 當然 每一件事 到最後 是不是能夠跟蹤了一個結果呢 正如這個警察 或者這個連政公署所說 就是一樣的 即是你的責任是去舉證的 即是舉報了出來的 調查或者跟蹤 我們這些媒體去做的一個責任 這樣 究竟是真是假是對是錯呢 你不需要什麼非的 即是 你 兩樣東西來的 兩樣東西來的 即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這樣 那麼 最後 是的 都希望 今集 大家可以幫忙去廣傳 亦都希望剛才我所提及的 那位的弟兄 即是能夠聽到這個訊息 真是 勇敢一點 是的 這件不是你自己的事 亦都不是你本身自己堂會的事 是真是說全香港 堂會都需要知道一件重要的事 勇敢一點好不好 好 那我們最後有一個結束的祈禱 好啦 創造天理的上帝 即是在這個禮拜裏面 我們都經歷了很多的跌倒 我們見到這個七警案的判決 這個判決是一個很遲來的判決 在過去的兩年裏面 我們一批曾經參與過佔領的送徒 或者我們和事物一樣 我們都是受過傷 這個不單是說身體上的受傷 而是看到公義無法彰顯 那種心靈上的創傷 我們見到七警案的判決和判決 我們有一種覺得公義得以彰顯的感覺 但我們亦都知道 這個不是一個完結的 是因為我們見到更加深層的 那種制度的腐敗還未解決 我們亦都需要繼續 是在參與這個抗爭裏面 而令我們比較憤怒的就是 見到這個判決之後 很多有名的教會 一些基督教的牧師 甚至一些基督徒的不領袖 他們那種不問是非 只問立場 完全為七警包庇 他們不會說出悔改的道理 他們只是要求社會要同情 社會要改變 去迎合這種罪惡 我們對於這件事 我們是憤怒 以及會有譴責 我們將這個討告交託主理 祈禱奉靠 主耶穌基督得神明治而祈求 阿門 我叫劉逸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眾恩堂 我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身為網上媒體 門徒的作者 我在首篇的文章 已經說要放棄特權的實席 不能夠侍奉上帝 又要侍奉馬門 首先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而選委會其實都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教徒以基督為元首 並不是地上的君王為首 如果明年特首選委 只有建制派的人參選 我實在容忍不到自己投給一個選舉的機器 如果真的投給建制派 我對不起神 對不起人 因為我在不義之中無法作炎作光 最後我懇請其他 已經報了名基督教選委的抽籤的人 響應門徒的呼籲 參加黃絲帶行動 一起告訴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會淪為選舉機器 助奏為虐 多謝 大家好 我是謝詠文 來自宣導會會幕堂 今次我參加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是為了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 因此如果我抽中成為基督教選委 將會提名非建制的候選人 現在投票的時候 我將投下白票 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希望自同道合的你 如果都成為這個基督教選委的話 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我是黃美鳳 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社會目的幹事 在這裡呼籲我們為基督教選委 在公布名單之後 如果是建制派當道的 我們就立即投白票 杯葛選舉 我們是應該要棄席的原因是 我們不應該為特權小圈子選舉 作背書 現在我們基督教選委 這一種的參與 是支持了特權階級 所以我們應該勇於 和無權無票的人同行 在權力和秩序 應該要為公義而服務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應該是捍衛公義 反對小圈子特權 而我們更加不應該 為政府去做協調的工具 或者是維持這個政治的特權的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投白票 杯葛 大家好 我是山後基督徒 盼望行動的李慧妍 如果你們又是這麼幸運 被抽到成為基督教實籍選委的其中之一 我希望你們能夠投白票 以示對這個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我是雷志恆 是尼迪基督徒的社工 在這裡呼籲基督教選委抽籤的參加者 在明年特首選舉的時候 就投白票 我們基督徒應該率先放棄特權 去杯葛今次的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去杯葛這些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先放棄特權透過投白票 亦都避免有政治分贓的嫌疑 我們基督徒一起努力去杯葛今次的選舉 一直以來 中央政府都不讓香港人擁有真正的民主 普選行政象官 繼續以1200人的選委會去選特首 我們更加不應該去參與這場不公平 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 如果我中籤的話 我是不會參與這次的投票 棄直抗議 我亦都呼籲每一位 如果你們是有機會中籤成為基督教界選委的話 請你們都棄席去反對這場小圈子選舉 各位你們好 我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佐治 我希望各位基督教選委 如果在拿到一個議席的時候 大家可以考慮在刊獻之後棄直 沒錯 如果投白票這個建議 是可以引起到社會的關注 但是如果棄直在刊獻之後的棄直 得到的關注 可能性會更加大 因為在刊獻之後棄直的話 協進會一定是要用一些措施 或者一定是按照常理 他要去再補選才行 那這個會是為協進會帶來一些問題 也是可以再次引起到社會廣泛的關注 所以在這裏 希望大家接納小弟的建議 是在刊獻之後棄直 不要為自己說 我會不會拿一票投 或者按照自己的議員去點投 希望大家放下自己的意見 或者對其他成見才會大局著想 希望大家聽聽我的呼籲 多謝大家